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颜品牌包揽了榜单前五 甚至在前七位中占据了六个席位 由此可见 这是肖战那耀眼商业价值的再次体现 作为一名公认的代言小福星 虽然说肖战早已在无数的权威榜单中获得过很多的第一 但每一次的冠军 其实都是见证了品牌们的眼光 与肖战那带给品牌们的强大助理 这份强大的助理也是为什么肖战能不断创造记录 不断收获到更多品牌们青睐的原因之一 因为官宣级热度 官宣级销量在肖战身上也是得到过无数次的认证 当然 肖战收获的成绩也是他优秀最好的说明 特别是在每一个与肖战合作的品牌身上 我们都能明显地感觉到 在收获销量的同时 品牌们也是取得了非凡的热度 其实 此次的十三连冠 就是肖战与品牌们互利共赢的又一个最真实的数据 而这样的成绩 毫无疑问 也将会让肖战在代言界的名誉更为响亮 由此 越来越多的品牌们也会对肖战更为青睐 时至今日 肖战在商业上的成就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 不管是2021年的28个全新代言官宣 还是年初刚刚官宣的两个全新代言 都无一例外都是认证了这一点 诚然 商业上不断的突破 也是肖战各方面正在大跨步前行的一个缩影 因为不管是在演员方面 还是歌手方面 肖战都有着太多太多的优秀呈现在大众眼前 所以 对于依旧不断努力 不断取得突破的肖战来说 未来辉煌这两个字将会是他最为响彻的座右铭 最近 肖战与成龙大哥合作出演的新电影《刀刃》 在网上被传得沸飞扬扬 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 许多官媒也争先恐后地报道了此事 甚至还不忘给肖战打气加油 恭贺肖战新电影上映票房大买特买 值得一提的是 近日 最新通知由唐继理指导 肖战成龙李贤主演的新电影《备案》已经通过审核 进入筹拍阶段 虾圈的兄弟姐妹看到这一消息都激动万分 纷纷表示 已经省吃俭用开启攒钱模式 静等肖战与成龙大哥主演的警费大片 《刀刃》上映首播 冲刺百亿票房 肖战韬光养晦 等这个良机好久了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 肖战因在新剧《王牌部队》中 塑造了顾一叶这一人物角色 深入人心 被香港著名导演唐继理相中 邀请他跟成龙大哥一起出演自己的警费大片《刀刃》 真是盼星星 盼月亮 终于盼来了 可是 有些粉丝观众还埋怨我捧杀肖战 给肖战招黑 真是好心好意 却换来的是一个个的责骂 抱怨 真是做人难 难做人呐 幸好有些粉丝观众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否则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有些经常看我写肖战文章内容的人 都知道我是真心真意 替肖战着想 希望大家放下手机 到时候去电影院看看肖战主演的警匪大片《刀刃》 感受一下肖战在大荧幕下的精彩表演 有些粉丝观众说 非官宣不约 难道提前预热 知道肖战有这个新消息不好吗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有些三观纯正的粉丝观众私信安慰我说 我们力挺你 支持你博主 我们相信终有一天 那些说你捧杀肖战的人会回心转意 向你赔礼道歉的 听到这样的话我很感动 其实赔礼道歉就不用了 只要那些误解我的人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就好了 肖战需要一部可以在影坛上封神的经典电影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这样那些自导自演 恶意诋毁 抹黑肖战的人就会乖乖地闭嘴了 这次肖战与成龙大哥一起出演 唐记里指导的新电影《刀刃》 就是最好的证明 倘若肖战错过了这个千载难封的机会 以后就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成龙大哥邀请肖战出席 第六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 就是为了给接下来的新片刀刃做铺垫的 可是虾圈的兄弟姐妹 有些还傻傻地蒙在鼓里 成龙大哥与唐记里导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 有些通情达理 善解人意 温柔体贴的粉丝观众 都劝肖战要好好把握这次踏入电影圈的机会 不要错过了成龙大哥和唐记里导演的厚爱和苦心栽培 再次 感谢那些一直支持我写肖战的好心人三观粉 有你们的支持和鼓励真好 我会进一步爆料肖战新电影动态 欢迎大家有空常来我这里看看 如果你不想第一时间错过肖战的新电影发布会 记得关注我哟 当然 你关不关注我对我的生活并没有任何影响 我只是担心你到时候会错过肖战的新电影 怕电影票被票贩子抬高价格垄断了 也怕你抢不到电影票会留下遗憾 就像肖战如梦之梦话剧演出 一票难求 抢不到门票一样 虾圈的兄弟姐妹都知道 很多人都欠肖战一张电影票 那就抓住这次机会 二刷 三刷 一起补上去吧 相信刀刃警匪大片有成龙大哥的加盟 会非常精彩 震撼 肖战会越来越好 因为你值得一切如期而至的美好 我们在电影院等你王者归来 加油 棒棒打 众所周知 肖战在2021年这一年中收获了太多的荣誉 也收获了太多的成就 而毫无疑问的是 这些荣誉与成就都在说明 肖战在自己的不断努力 不断成长下 已然登上了又一个顶峰 当然 登上新的顶峰的肖战 也必然会继续朝着下一个的顶峰前行 因为2022对于肖战来说 又是一个大跨步前行的一年 这一点其实从2021年中的各方面都能预见到 2021年 作为歌手的肖战 不仅收获了众多的重量级的荣誉 也登上了很多的舞台 受到了世界上无数人们的关注 除此之外 在演员方面 肖战2021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 作品《斗罗大陆》三次上新央视 登上全国收视率第一 以及全网热度榜第一 甚至还走入海外多国 收获了超高口碑 而肖战也是凭借这部优秀作品 获得了年度最佳人气男演员的重量级荣誉等等 另外 他的另一部作品《王牌部队》也是收获满满 不仅热度爆棚 还获得了29连贯的好成绩 而在话剧舞台上 肖战同样也是异常的出彩 在收获业界前辈们高度认可的同时 也收获了所有观众们的赞誉 带播剧方面 肖战的作品《余生请多指教》和《玉谷瑶》 同样也是热度爆棚 分别包揽年度最首期代代播剧第一名与第二名 由此可见 单单是这些数据就足以说明 演员肖战在2022年将会绽放出怎样璀璨的光芒 作为一名公认的正能量偶像 2021年可以说肖战也是带给了无数人们力量 不管是从每一个重要日子的发文 还是一直以来呼吁大家向阳而生 成为更好的自己 都能明确地感受到 肖战的优质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他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着他的初心 特别是从女篮球员韩旭的发文中 也是让无数大众看到了 肖战这位优质偶像究竟能带给人们多大的力量 而这些种种就是肖战对内力本事 对外力责任的一个具体体现 过去的一年 肖战用他的成绩让大众看到了他的优秀 而在全新的一年中 肖战也将会继续逐梦前行 迎来各方面的爆发 可以说 2022是绝对值得期待的一年 也绝对会是充满着惊喜的一年 肖战在这一年中将必然变得更为耀眼